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公布了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相关情况 数据显示 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17.41万亿元人民币 继续保持稳中提滞的态势 海关统计显示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17.41万亿元同比增长4.2% 其中出口9.48万亿元增长6.7% 进口7.93万亿元增长1.3% 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 我国经济展现出很强的韧性和底气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稳中体制 一系列稳外贸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海关统计显示 今年前7个月欧盟东盟和美国 仍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 其中与欧盟进出口2.72万亿元增长10.8% 与东盟进出口2.35万亿元增长11.3% 与美国进出口2.1万亿元下降8.1% 与此同时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5.03万亿元增长10.2% 其中我国与沙特阿拉伯 波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 分别增长36.8% 21.9%和27.7% 前7个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贸易合作潜力持续释放 贸易增速高出同期我国外贸总体增速 6个百分点 外贸进出口更去多元化 字幕提供